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如蕙能做什么样的美食呢 嗯 关于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还是让今天的料理型男黄志伯来告诉我们吧 欢迎收看本期的时尚厨房 我是料理型男黄志伯 说到美容达人的美容武器 那一定是如蕙 如蕙的好处呢真是数也数不清 很多妹妹们呢喜欢把如蕙当作面膜来使用 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如蕙只能做面膜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今天呢我就要教大家用如蕙做一道海鲜小炒 它的名字叫水晶和翠 今天的食材有 如蕙 洋葱 海褶 黄豆 接下来呢我们要将洗好的如蕙去皮 好的我们将如蕙的皮都去除了 接下来呢我们将如蕙切成条状 好的我们将如蕙处理完毕了 接下来呢我要放入锅中 我要汆烫一到两分钟 下一步呢我们将海褶处理一下 我们的水烧开了 接下来呢我要将炉蕙放入锅中汆烫一下 汆烫的时间大致两分钟就可以了 卢蕙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盛品 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族群 并且呢卢蕙中含有的卢蕙多糖 也是卢蕙特有的一种成分 它具有美容消炎的作用 而且还可以排毒对人体非常非常的好 好的我们的卢蕙已经焯好了啊 接下来呢我要将关火把卢蕙捞出来 我们将卢蕙捞出来以后呢 放在一边备用 下一步呢我们要处理一下洋葱的部分 洋葱呢我们只要用一半就可以了 将它切成丝 好的嗯像这样 接下来呢我要制作这道美食了 首先呢我要开火 嗯然后呢将锅中倒入橄榄油 接下来呢我要将黄豆放入锅中 下一步呢我把洋葱都放入锅中 待洋葱呢稍微微微软的时候呢 我们把我们的海蕙全部放入锅中 继续煸炒 好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放一个秘密武器了 就是白醋 嗯 好最后一步呢我们就将我们汆烫好的卢蕙 在出锅前呢我们要放一点盐来提提味 好的关火将它盛盘 好了我们这道美食终于大功告成了 看着是不是非常诱人呢 啊卢蕙再加上这个滴云剔透的海蕙 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 并且呢加上黄豆淡淡的清香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在夏季里呢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皮肤保持住美白 就一定质慰它 大家好我是乐乐 其实你知道吗像芦荟这种既能做面膜又能食用的美白食物可真不少呢 比如说有鸡蛋黄瓜柠檬香蕉等等 内外兼修才能让我们的肌肤白吸水润 爱生活爱美食更多精彩尽在屁美网 如果你也有不错的小点心和我们分享的话 也可通过小屁老师的微博和我们取得联络 也许下个美食大人就是牛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料理行男黄志博 我们下期再见咯 提到夏季的美白黄金搭档 知道他们是谁吗 这道美食啊不仅有木瓜的清香 还有牛奶的蓝香 我们下期再见咯